好,这就是我的房子前院 蛮大的一个前院 然后呢 这条街是非常的安静 因为这边是一个不通的道路 所以没有其他闲杂人等开车进来 只有这边的居民 就这么七八家房子吧 你看那边就是路的尽头 好,这个是我的房子 车库 量很大,可以停两台车 这边是大门 这是前院 一般都是从车库 车库就直接进去 车库里面有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 这个是热水器 24小时全天的热水 然后空调 是中央空调嘛 冷暖气都有 你从车库进去 就是这边 这边是大门嘛 也可以从大门进来 进来就是一个大厅客厅 沙发 看电视 有50多台的中文节目 还有最新的中文电影啊 什么的 这个大厅呢 直通过去就是这个阳台 一个可以坐着乘凉啊 看风景 你看这是后院 后院也没有其他的房子 所以很清静 有晚上有灯火的美景 后面是有摘一些果树 等一下我们再出到后院看 客厅旁边呢 这个就是餐厅 饭厅有一个很大的桌子 做六到八个人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沙发 这边呢就是厨房 你看这个煤气炉 五个火焰的 都很大很方便 这个抽油烟机 水池 这有一个洗碗机 就是冰箱 微波炉 然后微波炉 好 厨房和饭厅在大厅的这一头 另外一头就是三个的房间 那么最里面是主卧室 有两米大的大床 很大的床 然后 这边呢也是一个大门 可以出去 阳台 可以乘凉啊 聊天啊 房间的墙上有一个大电视 可以坐在床上看电视 然后那边有一个小的 衣柜 这里有一个大的 可以走进去的大衣橱 可以放很多东西 挂衣服啊 那么 这是一大镜子 两个洗手台 所以互相不会被影响 然后就是房间里的 私有的洗手间 好 那边就是两个 另外两个房间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洗手间 这边 这也是可以冲凉的 然后 可以泡澡 中间这个房间 可以用作电脑房或者办公室 所以前面这个房间比较大 好 好 这个 大床 所以两个人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很大的衣橱 大概就是这样 好 三个房间 大厅 厨房 车库 车库 车库